杠子寮道路发生崩塌走山后已经两个多月了 校舟公园旁大笔土石还没有轻走 让住在社区第一排的住户直呼无法接受 有共诚专业背景的刘林长更痛批 金融市政府的灾后附件做法根本本末导致 金融市政府公务处与财业发展处等单位到现场会看 金融市议员陈宜也出席关心 希望在讯期来临时能加快抢修进度让居民安心 因为现在五月了五月的话是我们的防汛期 那担心说特别金融又有比较长下雨的状况 那会担心说这个水如果含水量过多的状况 那会导致这个土壤又继续的流失 继续的往下从那担心说会冲击到我们附近 交通街一六一项的这边住户的民宅 特别的话它是有一个原有的水路 那这个原有的排水设施的话 我们必须要在十天内 那市政府刚刚有承诺十天内把它找出来 那这样的话它的既有的排水设施才能够有效的排水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一个礼拜内 那将整个的工程的计划进度 那来呢告知我们所有的方林朋友们 让大家有知的权利 那第三个是刚刚补充的事项 就是有关于说防序期间 那台风或者是雨季 清门大雨的时候 有没有相关的工地的防护措施 以保障呢我们居民还有周围 领理大家的安全 第四个就是水土监测 那个有关于说我们的水土保持的监测的部分的话一定要做 因为呢防范我们土石流的发生 对时金融市政府公务处方面承诺 将在十天内恢复公园旁原有的排水设施 并在一周内提供附建工程进度等资料给当地居民 同时做好相关防汛措施 那教宗公务员的部分目前之前大概是因为土方的含水量比较过高 那所以怪手跟相关机具没有办法进入的部分 那所以目前大概会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把相关的旧有的含管 在十天内去把它做一个找寻的动作 那第二个就是天后比较允许的状况下 我们开始会做土壤的一个搬运 清理的整地的作业 那以利我们后续做党土设施的作业 那居民担心说下雨的时候 那个土方会继续留下来 这个部分你们要怎么解决 那民众担心因为目前是防汛期 那民众担心防汛相关作业的部分做一个报告 第一个我们有做临时的制宏池 在原有制宏池的周边 还有做一个临时性的制宏池 那这个第一个 那第二个针对土方的部分 我们做一个集装跟党土设施的控制 那避免土方去冲刷到教宗公园 这大概第二部分 那第三部分我们也会再为请 我们相关的水宝济市服务团 给我们相关的意见 如果需要再做增加的部分 我们也会配合去做一个增设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感谢观看